美国国防部向美国国会提交2019年中国军力报告 极力夸大、抹黑中国的军事活动 3日美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 就该报告举行记者会称 中国的战略是要超越美国 成为印太地区最主要的强权 如果台湾受到威胁 美国将做出适当反应 据报道 2019年中国军力报告共120页 强调中国寻求建设更多海外基地 保护一带一路项目 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行动 大陆可能武统台湾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可能今年开始服役 中国加强在北极圈活动 为今后增强军事存在做准备等 报道称 今年的报告共提到北极21次 去年只有一次 北极理事会将于5月6日开会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参加 中国是该组织的观察员国 此外报告还老调重弹指责中国 依靠间谍活动道具美军先进技术 称中国未来数十年将拥有一支世界级军队 今年的中国军力报告列出了 美中两军2019年再多个领域的互动计划 但所有项目的时间和具体内容都符上了带定标志 薛瑞博当日在记者会上表示 虽然国家国防战略强调与中国的竞争 但是我们当然不会寻求冲突 也不排除为了共同利益展开合作 美国军方对外发布中国军力报告和往年一样 在大肆悬染中国威胁论之外 又对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指手画脚 让人震惊的是比往年更加露骨的事 这一次美国军方竟然赤裸裸地做出了 支持台独的嚣张言论 在这份长达129页的报告中 美国在对国军力发展指手画脚的同时 多次提到台湾 称中国有可能在近期内武统台湾 并对大陆飞速增长的军力表示担忧和警惕 报告尤其强调了一句 如果台湾受到威胁 美国将做出适当反应 这是美国再次对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发出赤裸裸的威胁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王统武统都是我们自己的内政 你美国管得着吗 如今美国竟然公然宣称 将会对我们统一台湾做出反应 这不是在赤裸裸的而给台独传递错误信号吗 细心的老铁发现 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 开打台湾牌的频率大幅增加 多次派出军舰排排在大陆动物的边缘 并扬言将会派出军舰停靠台湾 不停地试探大陆的底线 对于台湾的挑衅 我们只有一句话 美军抵台之日 就是解放军武统台湾之实 从此后虽然美国多次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但是自始至终不敢逾越大陆划出的底线 如今美军再次对台湾问题发出噪音 只能证明美国已经越来越急躁 越来越急不可耐了 为什么呢 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台湾问题将会越来越朝着有利大陆的方向发展 特朗普上台以后 虽然在国际上弄得一塌糊涂 盟友们也分崩离析 但是因为其美国忧心的政策 却赢得了美国民众的好感 支持率不降反升 然而所向披靡的特朗普发现 两年下来 美国手里能制衡东方大国的牌越来越少了 贸易战打了一年 不但没能让东方大国屈服 却打得美国精疲力尽 南海牌打来打去 东方大国对南海的掌控却前所未有的提高 就连美国的南海先锋菲律宾也转投中国了 万不得已的美国只能亲自上阵碰瓷刷存在干了 如今美国手里能恶心到东方大国的只有台湾牌了 还记得当年 毛主席炮轰金门 台湾军舰前来增援 美国军舰进行护航 老人家一声令下照打不误 一时间炮弹齐飞 美国军舰下的慌忙退出开火区域 连个屁都没有放一下 你忍他就硬 你硬他就总 这就是美国值劳苦的嘴脸 如今在南海和贸易战上 占不到什么便宜的美国只能炮死台湾了 而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已经拥有越来越多的主动权 有朋友会说我们是怕美国不敢还击 大家可以想象 如今的美国虽然嘴炮连天 但连伊朗和朝鲜都不敢打 你觉得他们会为了台湾贸然和东方大国开战吗 作为东方大国 会因为美国的干涉而放弃台湾吗 相信答案不言自明 中国之所以对特朗普的挑衅冷眼旁观 就是因为我们的统一时间表不能让美国牵着鼻子走 如果特朗普真的一意孤行践踏中国的底线 如果台独分子真的铤而走险 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家族台湾的早日回归 不幸拭目以待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认为是中国的一个软肋 所以还想要拿这里开刀 又发紧张局势 于是特朗普悍然签署了国防授权法 其中最重要的预点就是包括美台军舰互赢部分 即重启美国和台湾省军舰可以互相停靠这一内容 同时台湾省蔡伟县长也公开表示 要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区域战略构想 仔细研究相关法案我们就会发现 美国为了在亚太煽动其紧张气氛 还是下足了功夫的 甚至要重启已经被搁置多年的美台军舰互赢内容 并不断刺激民进党当局发声挑衅大陆 美国的算盘打得很强 虽然自己肯定不敢和中国打仗 但是中国大陆也不会轻易对台动武 毕竟战争一旦打起来 经济肯定会受到影响 中国的对外发展一旦一路成意 以及人民币走出去等宏伟目标 就会受到影响和打击 所以拿台独来挑逝 肯定是一步好奇 但是事实证明美国已经打错了算盘 其实对于台独势力我们已经不信于与之对话 中国官方抛出的态度前所未有的强硬和坚决 美舰停靠高雄支持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武统台湾之日 请注意武统这个词在过去基本上 很难从官方渠道直接宣布 因此这可以说就是以锤定音了 而中国大陆的态度十分明确 台独势力可以耍嘴皮子功夫 也可以尽情表演擦边球 但这些折腾之所以没有引来大陆的武力打击 仅仅是因为大陆不在乎罢了 大陆在乎的只是那条红线而已 台独可以玩各种闹剧 但就是不能弯分裂 一旦台独真的搞分裂 那么就是瞬间毁灭的下场 我们有这个实力和决心 实际上美国把台独牌显然是混招 因为美国钻错了今天中国的整体硬实力 也算错了自己的精良 今天的中国再不是1996年 更不可能被美国虚张声势的行为所组下 中国一直没有对台动武 不是因为忌惮每日插手 也不是怕打不赢渡海战役 以解放军的实力消灭台独 简直就是查发息回分分钟的事 美日只能干瞪眼 而之所以一直不动武 只不过是因为在台独没有宣布分裂之前 我们还没有机会触发反分裂法 所以一直坚持和平统一原则 而一旦启动反分裂法之后 就是解放军登场的时候 有的朋友可能就要问了 中国武力统一台湾 美国敢参战吗 这么多年 我问你们好 我恨了 你们好 你不过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